伊拉克官員說,首都和北部一些城市發生一系列爆炸造成至少35個人死亡,100多人受傷 有關當局說,星期四發生的很多中汽車炸彈和路邊炸彈襲擊,看來是針對安全部隊 在巴格達及其周邊地區,一系列爆炸造成至少15個人死亡,大部分都是在十熱派聚居地區 有一次襲擊的目標是伊拉克衛生部長的車隊,不過它安然無恙 基爾赫克爆炸造成9個人死亡,薩馬拉、塔吉和拉馬迪亦發生造成人員傷亡的爆炸 目前仍未有人宣稱對這次襲擊事件負責,這些爆炸打破了伊拉克相對平靜的一段時期